Hello 我是你们的M仔 今天带着媳妇 然后还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去读书了 所以没有跟过来 今天在山里找一点不一样的美食 全国85%的人应该没有吃过 更别说是城里人了 我们农村人偶尔有吃过这种东西 但是现在也不常见了 咱们现在来这里找一下 有的话咱们现场考 好吧 咱们开始找了 这里好像被那个 没错了 没错了 哦 这根有 这根有 哇 这条好大 好棒 好棒 这条 爸爸拨的东西搞了 小女儿的胆子比较大 兄弟们看一下 像这个竹笋 就是被那个笋虫咬坏的 长不大了 这个就是已经平掉的 一般那个笋虫不会咬这个大竹笋 像这种兄弟们看一下 像这种就有了 看到没有 缺乏营养 就是缺乏营养 少盖的 这一根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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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这根虫子比较小 被跑掉了 跑掉了一个笋菇 咱们快点找找 没有的话直接烤了 吃吧 好吃 水 水 三件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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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行嗎 我大平衡 三件衣 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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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小孩随我特别喜欢吃蜂蕴之类的 干嘛 很香 味道跟蜂蕴的味道相差无际 不过像这个那里面的汁比较浓厚 有一种竹笋的清香 真的很好吃 我小孩也特别喜欢吃这个 像这个呢 现在在农村呢 竹子呢 也很难找到这种虫子 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我们这边呢 以前有人养殖一斤好像卖到一百二十多块钱 这样子 养着养着 然后好像销路的问题还是什么 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养了 不过在山里这些竹子还偶尔能找到一两条 好了 吃过这种损虫的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大家 到底怎么弄才更好吃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大家 这期视频就有点麻烦 就有点麻烦 点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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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